美玲老師 好啦 幫我們先進行 林珠的占卜啦 我們就來占一下 未來一個月喔 我的愛情運好不好 來 我們第一組是兩顆對四顆 第二組是兩顆對三顆 第三組是兩顆對兩顆 第四組是兩顆對四顆 五顆 五顆 兩顆對五顆 再來我們看 第五組是兩顆對六顆 我們憑第一直覺 我們憑第一直覺 來Paul 你喜歡哪一組 我們先來看從這裡開啟 我們看這個有黃老師 跟觀眾朋友挑到這一組 是在哪一方面 他的愛情運在哪一方面 會好呢 這個兒子 好高喔 遇到對的人 我們當我們遇到對的人 是還會再遇到對的人 還是沒有 已經遇到對的人 已經是遇到對的 如果已經是現在進行式的 就是已經 你現在目前這個是對的 不管對與錯都難免多少 會有一點爭執 但是呢 這代表說 你現在目前當中 這個感情是對的 那彼此互相調解一下 自己的那個觀念就好了 那如果還沒遇到的人呢 恭喜你喔 這個月其實我們感情運的話 就要多出去走一走 不要宅在家裡 你自然就會碰到對的人 那老師 這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遇到的這個呢 差不多90 多出去走走 外面還可以 還可以 我們還說 還會再 遇到對的人 你可以 可以走出去 換一個一百 還卡住 我還要到不上去 還沒有五十 對 老師 別聽他家說 你這人太悲觀 沒有 這代表說 他遇到對的人 所以他目前當中 對現在目前這個 是很滿意的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呢 我們從第四號來開好了 四號的話是靖淳跟這個 Lulu 我們兩個觀眾朋友的 我們看看呢 你在愛情運上面呢 好不好這個月 我們來看呢 這個很好 還行 還行 改善當中 改善中 這代表說其實也是對的 只是說彼此 有彼此之間的 站的一個立場 可是你堅持要這樣 小孩子的教育 我要這樣子教育 但是老公又堅持那個樣子 所以兩個人彼此多少 還有自己各自的一個立場 我們呢 只要改善之後呢 其實他也是屬於對的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音樂 謀合 再來我們看Paul跟這個 艾老師所挑的 在哪一方面呢 他的愛情在哪一方面呢 我們要看喔 這個是目前 然後才會有爭執 你現在正是爭執的這個 最近跟老婆 對 因為都是小孩的問題 因為小孩比較大以後 對他的教養方面 總是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兩個都沒事 但只要有小孩的話 通常有異症的話 就會比較吵 那時候的話 心情就會不好 這個又說目前 目前這段情 是吵吵鬧鬧的 那在這方面呢 就是要去找到共通點 如果找到共通點的話 改善了自然就好 那我剛剛有看到 你們這樣改善的方式 是怎麼辦 把小孩送出去給別人 你講對了 我們就是把它送給那個 那個婆婆媽媽們帶 有時候兩三件 我們自己就兩個人 去蜜月去旅行 這樣就好多了對不對 開心得不得了 都不想回來 真的 有時候就真的要 小蜜月一下 留個時間給對方 對 其實Paul的我剛剛看 他的那個面盤 你呢 太完美主義了 所以你會很要求老婆 應該要怎麼樣 老婆有 老婆有她自己的教育方式 但是你會給她 很多的意見 所以你就會比較 把老婆當女兒 她自己是完美主義 但她為什麼又特別 她的姻緣 為什麼會找一個 人都是互補的 水瓶座 一定會去碰到那種 什麼處女座 或者是那種 真的 那種摩羯的 這種的 我這個西律研 碰到一個天兵 我就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她會跟我講說 欸 女兒 那女兒 我說在你手上 這太多了 她每次都這樣 真的 然後她上樓了以後 我打到580開門 說女兒 我怎麼在一樓這樣 常常這樣你知道嗎 所以我以為說 情緒都快要崩潰 崩潰 要刷新的人最喜歡 找你這種的 真的 也是 戶門牌的時候都不用 真的都互補 所以她是一個互補的 所以既然知道這樣子的話 去改善這樣就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看這個第三組 第三組的話 是李型老師 跟觀眾朋友挑的 我們看在哪一方面 你的感情在哪一方面 要稍微做調整 這個呢 要稍微小心 容易遇到錯的人 就是說你在挑對象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看外表而已 你並沒有真正的用心去瞭解說 這個人到底是不是我想要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寂寞 然後只要有人敲他 有人每天給他送賴送花什麼的 他就覺得說 哇 這個人很溫馨 這個人是個軟男 是個軟女這樣子 他就馬上就頭一頭栽進去了 但是栽進去之後才發覺 原來他不是如我想像的那個樣子 所以要稍微 你如果現在正在戀愛當中呢 一定要小心睜大眼睛看一看 或這個男孩子常常搞失蹤的話 你可能不要再騙自己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呢 我們看這個現場都沒有人挑的 真的 沒有 我們現場都沒有 我們來看觀眾朋友 在這感情方面呢 要注意什麼呢 在哪一方面會非常的好呢 這恭喜你 這感情可是甜蜜 我們超幸福 所以我們恭喜你感情是甜蜜 對 我們說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